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 菠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一种蔬菜 很多家庭吃的菠菜都是从超市或者是菜市场买回来的 大部分人都是把菠菜的叶子切来吃 剩余的菠菜根直接就当垃圾给扔了 那这种做法呢,不仅增加了除以垃圾的量,也非常的浪费 其实,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这些多余的菠菜根也能重新长出更多的菠菜叶来的 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一篇非常详细的利用菠菜根重新种植菠菜的视频 看完这段视频呢,相信大家再也不舍得把菠菜根给扔了 这是一把我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菠菜 因为刚买回来的时候,没空及时拍摄 就把菠菜放在水里泡着 到了第二天,才开始处理 再去菠菜,最外围的这些,我们即将要食用的大叶子 留下菠菜根和最中心的几片小叶子 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哦 小叶子留两片或三片最为适宜 叶子全部摘完了 这些就是我们准备好的菠菜根了 准备好一盆土 用棍子先在土里插一个坑 再把准备好的菠菜根埋进去 这一步和我们平时移栽菜苗时是一样的 不要埋得太浅,也不要埋得太深 上面稍稍超过,根茎交界处一点点即可 等移栽好后,记得叫一遍订根水 就算全部完成工作了 7天后,我们来看看菠菜的生长状况 菠菜似乎长得不太好 有几颗已经完全倒下了 只有这三颗看起来好像还活着 但仔细看的话 生长状况也不是很乐观 12天后,这个时候菠菜看起来像是只剩下两颗还活着 它们都长出了新的叶子了 15天后,这两颗看起来已经活了 新长出来的叶子看起来也非常健康 20天后,成活的两颗已经长得非常不错了 种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可以宣告它们成活了 而阵亡的那些,全部都化作了土 总的来说,我这一批种下去的菠菜根成活率很低 于是,在这一天,我在一个小花盆上 重新再种了几颗菠菜根 所用的土壤,栽培的方法和之前都一模一样 20天后,和第一批的菠菜在相同的时间相比 第二批的菠菜根基本上都成活了 只有最旁边的一两颗 背一只不知道是谁家的可爱小猫 跑来逛我的小菜园时给踩坏了 时间再过去了7天 这一天是第一批种下的菠菜根的第47天 第二批菠菜根的第27天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长势 第一批抗性比较强的这两颗 已经长得非常茂盛了 此时采收的话,一颗的叶子数量 已经不比它们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时候少了 其实,早在30天左右的时候 它们便可以采收了 而如果是用种子种植的话 相同的时间里,菠菜植株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第二批种下的这些,叶子也是长得非常不错 现在要采收它们也是可以的 至此,这两盆菠菜共同证明了 利用菜市场买回来的菠菜根 是可以重新种出新的菠菜来的 但是,为什么两盆在相同的种植土壤 和相同的种植方法下 成活率差别的如此之大呢? 这里,我反复分析了一下 原因应该是出在 第一盆,只活了两颗的那一批 在它们刚种下的时候,没有为它们遮阴 造成了很多颗在没撑过去两天就枯萎了 而第二盆,我吸取了第一盆的经验 在前五天都让它们待在 阳光无法直射得到的地方缓苗 最终,它们在没有受到外力破坏的情况下 都自然成活了 好了,利用菠菜根栽培出新菠菜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疑惑或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